今天呢我来聊一聊关于如何学习投资和理财 那这两个词呢我们每个人听起来都很近 但其实 我们大家可能大部分是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 甚至大家可能 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做理财还是在做投资 那这里呢我想借用一下这个 工商银行他们对于理财和投资上的一些定义 来去帮助大家梳理说理财和投资之间的区别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投资 投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 我们实际上通过投资是希望去 获取更高的收益然后我们投资是一种经济活动和行为 我们可能会去花一些钱然后买入一些资产 来去 赚取我们的收益 而 与 投资更接近的是大家或者说大家更熟悉的其实是理财 但理财这个词呢 他其实会更偏general或者说更偏通用一点 他其实并不包含某一个具体的行为 比如说 我记上算不算理财呢其实也算对吧 我投资算不算理财呢也算 我买保险算不算理财呢其实也算 理财其实是一个更加 更长生命周期且含义更丰富的词汇 我们在理财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 他包含比如说我们做投资 包含我们去做我们的财务管理 包含我们去买保险去做我们的风险控制 就是我们包含我们去 赚钱我们去开源节流 这些其实都会放在理财这个当中 因为理财说白了就是 理清你自己的财富 对吧理清你的财务状况 你可能会做很多事情来去 搞定理财 但是这里面会分很多不同的流派 一个最常见的流派是 4笔钱的流派就是 你的钱应该分成4种不同的用法 有活钱就类似为可能我们的这个现金对吧 你应该随时能够拿出一些活钱出来用 另一类呢是 我们偏投资的就有这个 短期用的和长期用的钱 那么这两笔钱呢 你可能会分配在不同的 投资或者是 比如说财务管理的行为当中吧 就是有的比如说短期的可能 你就直接存一个什么三个月的定期或者一个月的定期 或者是甚至是直接去买一些货币基金对吧 能够当日取的这些 短期的钱 然后另外一些长期的投资呢可能你会放在一些 比如说你去买股票啊去买基金啊 买债券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金融产品来去为你自己获取收益 然后最后一块呢是 保底的钱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险 当然 这个只是我们说理财这件事的流派中的一个 对你也可以自己通过去搜索信息来去了解不同流派 但如果说你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 其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流派开始 去重新review你的所有的这些 财务情况来去判断说 我哪里做的好哪里做的不好 我是不是应该还要去 补充哪些事情 举个简单例子 可能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四个 分区对吧 活钱 短期 长钱 保险 保险 那这四个分区当中 不同的比重可能代表着不同的风险偏好 比如说 像我们的父辈 那他们可能对于投资这件事 也吃过很多亏对吧 那他们可能的风险偏好就拼现说 我是不是把钱都存在这个 银行的定期存款里 对吧我拿一个很低的收益 对吧然后他们可能也不会 不喜欢买保险 因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总会觉得说 保险买花钱的时候买了说都很好 结果当我去赔付的时候什么这个不赔那也不赔 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现实当中存在的 也是我们大家 过去可能对于这个事 理解不那么深的一个点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然后去了解这样的一个 理财的框架 然后跟着你自己的情况来去分配不同的场景 当你把这四种 这四个不同的 分区 搞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去看你自己当前的这些财务情况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看自己财务情况的 习惯比如说你应该梳理 我现在有多少现金 我多少存款 我多少存款是短期的 然后多少存款是定 那个长期的 我有没有买基金或者是 股票这些理财产品 我有没有保险来去保障我的各种风险 这些其实都是理财当中你需要去做的 当你把你自己这些所有情况梳理清楚以后 那么下一步你就可以去评估自己说 我理财到底是为了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因为不同的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觉得说 我的钱其实 能够跟上通胀就行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 在 在投资这个环节可能会花比较少的精力 对吧你可能买一个 能够跟上 平均的 这个通胀的收益的其实就够了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希望你理财最终的目标是 我的 收入翻倍 或者我的这个财富翻倍 那你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些相对更加激进的投资行为 这些其实都是跟着你的个人目标来去完成的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 围绕着4笔钱这个概念来去 理解 你的钱应该怎么去管理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想说 我应该去做怎么样理财的动作 在这里呢我比较推荐大家用的是 有知有行的APP 那有知有行的APP 那他会给你 介绍很多关于投资的知识 当然他里面 当然我给大家推荐其实不是因为说他有投资的知识 可能关注的是 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说像记账 记账这是一个很很 常见而且很基础的行为 那么下一步记账完以后我可能是不是应该 梳理一下我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我知道我有哪些负债我有哪些资产 然后我的日常的这个流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的 也包括比如说你 在掌握了基本的这个 投资理财概念以后你可能去看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些保险来对冲我自己的一些可能的风险 这样对我自己的整个财务情况来说会是更加安全的 也包括你可能 把这些都搞清楚以后你可能说哎呀 呃我想来点更高的收益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很多投资的东西 当然对投资这个事呢我自己个人观点是说 呃我是信 呃孟言之前说的他就是投资是认知的变现 包括自己在博客上也有过一些文档来去说明 为什么我觉得投资是认知的变现 那你在真正去进行投资之前我给你的建议是说 呃 先看书对多看一些书来去大概了解说 投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这样 你才能够尽可能的 不会被市场上的各种情绪所左右 不会是说跟着这些情绪去 呃做买入买出的动作 最终呢 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收益 然后可能就是 呃我们常说的对吧 a大a里面的各种韭菜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更推荐大家去做的 不用太着急去做投资这个行为 因为 投资这件事呢两个点很重要一个是 你的本金有多少 对吧可能 呃很多年轻人其实 本身是没有太多存款的 那大家其实去投资 坦白来讲你的收益可能不会很高 对吧你比如说你一年就放1万块钱进去 那你1万一年下来你的收益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 你早一天放进去和晚一天放进去 对于你来说的差距可能没有那么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说 投资的时间的长度 那投资的时间长度这个事呢是 呃肯定是越早越好 但是 你总不能为了早然后去买一些可能 一些爆雷可能会爆雷的产品 比如说前两年p2p对吧 可能爆雷的产品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不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可以先多看一些书 然后投资这个事呢其实会有很多的 经典的书单 我也会在我的博客上去写下来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各种搜索引擎上搜索我的名字 白换成然后会找到我的博客 里面的会有一些我推荐的 或者说我至少我自己看的 投资相关的书 那大家可以先看书 然后再去 做投资的行为 对这个事可能对于 大家来说会更安全 因为大家如果去 看反正看很多段子吧 大家大家就会发现说 作为一个富二代 就是大家不怕你吃喝玩乐 就怕你投资 因为你吃喝玩乐一个人对吧 一年下来可能你花的也就几十万上百万 拼死了这个 上百万 你可能 吃吃喝喝其实也就这样了 但是你要投资 可能一下几千万就没了 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 我觉得投资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相对 要谨慎的事情 就是你得知道说 我为什么要投资 我投资要买的是什么 我的投资品是什么 我为什么能够赚钱 这些事是 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对所以 祝大家能够 花一些精力 然后去学习 理财和投资的 概念以及他们到底是什么 然后 再去真正的进入到 整个 市场当中跟着整个市场一起来去提升自己的 财务的 状况 让自己的财务变得更加健康 能够 满足自己生活和 工作的需要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叙叙道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你有任何问题都在 视频下方留言问我 然后呢我会尽可能去 给你一个答复 这视频 以上的内容 都是个人观点 不具备任何投资的建议 所以 大家 自己学习 多看书 总归对你来说是没有坏处的 好的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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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